像我在13年的时候 我加入我们河南省轮椅篮球队 做轮椅 然后因为我身体残缺的 重心太高 对 程度不一样 然后做轮椅的话 容易翻 容易后翻 对 容易后翻 就是刚开始做这个轮椅 就后翻好多次 后脑刷就摔破很多次 然后胳膊也会摔到 然后后来经过练习 很多次的练习 然后才能控制好轮椅 代表省里边参加这些 全国的各种竞标赛 拳运会参加了两届拳运会 对 今年8月25号到9月2号 就在天津参加了拳运会 轮椅篮球项目 除了篮球和游泳之外 还有别的项目 马拉松一次机会吧 朋友介绍 就是残忌人可以参加马拉松 然后在17年的3月份 我就报名了 正开国际马拉松 迷你组5公里的比赛 然后第一次报上了之后 就训练了不到20天 然后第一次就参加了马拉松 在那一次马拉松 第一次获得了 轮椅组的第一名 你就备战了20天 对 拿来个第一 再次参加马拉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要么学艺术 要么就是学一个维修 学习了电器应用维修专业 你会修电器啊 现在 对啊 你修得好不好 可以 父母今天也来了是吧 对 我哥哥 妈妈 你哥也来了 对对 来来来 掌声有请他的妈妈和哥 哥哥大多少啊 哥哥比弟弟大一岁 在生活当中 是不是哥哥照顾你 照顾的更多 是的 我哥哥从小学四年级 然后就六级和我一班照顾我 我们上五六年级那时候 他天天就骑自行车 天天带着我 上下学 直到初一的时候吧 我父亲有病 家庭支柱没了 然后我哥哥就想着 放弃学业了 然后就去打工了 再到后来就 我上完初中 学完中专这个技术疗之后 他又放弃了原来的工作 然后就又陪我一起去学了 这门家电这些维修技术 一二年底我们就一块又回到洛阳 我们就打算自己开一家家电维修店铺 自己干 挣更多的钱来维持我们这个家庭 那你们俩分别都干什么呢 我弟弟在店里修的小家电 然后我外出 像空调冰箱洗衣机 这个两个儿子身体状况完全不一样 你会不会特别偏爱他 嗯 偏爱 小的时候全高我爸妈 我起我哥这样 陪伴着我 记得小时候我接大一点 然后就经常上下学 下雨的时候就会背着我 我妈妈父亲 对我操心特别大 对我感觉到小时候没有开好我 就出了车祸这样子 我妈妈妈多uyu 我每次转发他 就是 колặc